可能罹患了癌症 看似频繁的抽血检查 但是出来的数字恐怕不那么简单 我拿到健检报告 最主要是第一个先看有没有红字 那如果没有红字就放心 平常健检完的时候 我比较注重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年龄有了 那一些就是年龄层的一些疾病问题 会比较注重 拿到健检报告以后 可要注意CEA这个数字 如果数字小于5 那么恭喜你属于健康的一群 如果数字介于5.2到7.5中间 那么可要当心你可能已经开始不健康 如果数字大于10 那你可就要奉劝你尽快去看医师 CEA这个东西 它在大肠癌的患者 它可能会增加 因为它是我们全台湾 等于是发生率最高的癌症 CEA指数的增加 主要在大肠癌患者身上 特别显著 不过抽烟 年龄或者癌症转移 也会影响检验结果 喜欢吃猪肉 牛肉 吃红肉这些东西 或者喜欢吃烧烤 你可能大肠癌的机会比人家多一些 健康检查的建议 以美国预防医学委员会的建议为例子 他们是建议50岁以上的民众 可以先做一次大肠检 但数字低不代表就可以完全放心 医师也建议拿到健检报告 多看两眼 必要时做更精细的检查 才能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大家新闻的点题先议三点红志